此意見 法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第一位請廖國動委員 廖委員不在 本案站不予處理 剪冬明委員 檢委員不在 本案站不予處理 蔣乃馨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蒋乃馨等21人 有鉴于依照交通部统计 平均每小时就有一名儿童 于交通事故中伤亡 交通事故连续三年 残联儿童死亡原因的第一位 近五年共有四万多名儿童 因交通事故而死伤 当中仅有三千五百名儿童 是在行人穿越道上发生意外 然而根据警政署统计107年 汽机车于行人穿越道上 为里让行人 平均全国一天只取缔44件 本期要求行政院 立刻折成内政部警政署 加强取缔汽机车 为里让行人之违规行为 并召集相关部会参考 其他邻近国家的道路安全课程规划 针对加强儿童道安教育 精进现有道安课程 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 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委员委员蒋乃鑫等21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援助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罗明彩委员 罗委员不在 本案占不予处理 李燕秀委员 李委员不在 本案占不予处理 林淑芬委员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 本院委员林淑芬等15人 据查台湾电力公司规划于变更芦州都市计划 芦州南北测农业区专案通盘检讨的土地使用分区变三的位置 设置新北超高压变电站 有鉴于台湾电力公司已经规划建设 161KV东陵芦州扩线工程 及大潭领口四回线工程 其已经可以有效的疏解新北芦州超高压变电站 卫星建的供电能量 而且其变电所的设置位置变三区 距离第二种住宅区的住二规划距离极近 电磁波易使居民长期暴露 在风险影响评估当中对健康影响颇大 原要求台电公司研议取消该变电站的设置规划 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委员委员林淑芬等15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阁言处 请问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罗明才委员 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2人 鉴于水质水量保护区依都市计划法程序 划定为水源特定区者 其处地利用限制加一般水质水量保护区更为严格 为现行水源保育与回馈之课征均采相同费率 使有欠供允 未落实受益者付费受限者得偿之精神 原此本席建请经济部研商提高水源特定区之水源保育与回馈费 之负增额度是否有当 请公决案 因为水源特定区里面长期以来所有的土地开发 境界限界造成对地方的居民非常非常不公平 希望政府可以多多的关心来照顾这个区域的民众 谢谢 本院委员罗宾才等12人提案做如下决议 喊请行政人严处 请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李燕秀委员 本院委员李燕秀 林维州 颜宽恒等11人 借于近年来警察情务种类不断增加 工作内容亦极其繁重 警察人员工作内容负担及工时不断上升 导致远警过劳处死及自杀事件频传 警政署应积极检讨 行务内容繁重执行时间及排班方式的合理化 以避免远警心理压力过大导致权益受到伤害 是否有当 请公决案 本院委员李燕秀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 喊请行政人严处 请问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报院会临时提案军礼处理完毕 现在继续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 请议事人员宣读 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108年5月27日星期一下午一时 地点一场三楼 决定事项 1.有关行政院行情推举社会公正人士组成 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董监事审查委员会议案 1.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举9人 国民党党团推举4人 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举1人代表组成 名单提报第16次院会 并请于5月30日星期四下午五十千 宋志议事出会诊 遇时视同放弃 主持人苏嘉全 蔡其昌 协商代表柯建民 管碧林 郑韵鹏 张启成 吴志阳 陈一鸣 李鸿军 徐永明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意义 没有意义 通过 108年5月27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 经决定如下 1.有关行政院 含请推举社会公正人士 组成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 董监事审查委员会议案 1.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举九人 国民党党团推举四人 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 各推举一人代表组成 名单提报第十六次院会 并请于五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五十之前 送至议事处会诊 遇时嗜同放弃 报院会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现在上会 未经议会遇中